今天要讲的这个标题哦 是超人家的品牌 没有没有 小刚讲一下而已哦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小刚今天就带着这个 格拉苏蒂啊 GLASS RUTE ORGANAL 6D哦 哇 这一款 非常特别的一个标款 那有机会 下一集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款我个人 非常推荐的一些 值得玩 值得入手的一些 二手名表的推荐 其实这一个在小刚的频道 经常会遇到一些表友 就是在留言这边 有叫小刚做一些这个 今天你们会看到这些品牌 好像BUS 这个Innersault 还是尤其是这个非常火的 在市场上 个Pagani哦 真的是非常的火 那火在哪里呢 因为你看他的样子 想必也不用小刚去多做解释了吧 这个颜值 那一看就知道这种颜值 那所以 我讲不出口 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那因为 这个品牌啦 尤其是Pagani这一些哦 哇 为什么会那么火呢 其实他是有原因的哦 因为小刚去了解之后啦 他整个 那个 给出的价格啦 是马币哦 几百块哦 你就可以买到哦 而且你买到的那个 那个规格哦 还是小刚玩了之后啊 那规格还是蛮不错的哦 所以你在想一下哦 诶其实这个品牌 好像还蛮有良心的 呵呵 所以而且他的 你知道吗 小刚想了很久 到底要怎么样做这一期视频啊 因为我怕 讲错话嘛 所以等一下 给人家投诉就不好 呵呵 我又不太敢讲 哦 你不能直接讲人家 XX 这个 不能嘛 所以 小刚想了很久 所以终了 终于有了一个 标题 那这个标题就是 呃 不叫 XXX 没有XXX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向大品牌 致敬的这个设计 啊 这样讲就不对 哎 这样讲就可以啦 对不对 这样讲我就觉得 哎 比较 符合这个 今天要讲的这个 呃 这几个品牌啊 对不对 Pangani Bus Innersault 这一些 所以我们先一起去看一下 那小刚在这边呢 就不会 呃 太多 跟大家讲解一下 他的这一些规格啦 主要就是呃 呃 跟大家就是简单的 看看 玩玩一下啊 潜潜聊一下 这些小刚手上拿的这一些表 那现在第一个来讲的就是他 呃 非常火的最近这个 Pagani 比赛哦 甚至前一期他的那个欧米加 他还直接 他还直接 那个 james bon 哦 那个 哦 先叠特务那一套戏嘛 出了那一支 哦 no time to die 哦 那一套戏啊 啊 这个是他直接叫 no time to design 哈哈 没有时间去设计 他讲 喂 我真的是要服了他这个 这一个标题啊 这样都给他想到 厉害 佩服 给啊 啊 这个今天讲了 你看 小刚手上这一只就是 大家知道吗 非常 哦 有那个 劳力士这个 我的味道 哈哈 不是有点像 是完全就是 基本上就好像只是换了一个 logo而已哦 那你没看到他这一个是 coked bezel哦 那哎 再来讲到这一只小刚手上 再给你看一下哦 这个 Ditona 哦 Ditona 他的这个 表圈哦 是ceramic哦 陶瓷的这个表圈哦 哎 这个还是让我 啊 觉得蛮 怎么说呢 就是 蛮佩服的一下啦 这种几百块折扣后哦 真的是几百块的价格哦 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设计哦 真的是完完全全有那种 大品牌的味道啊 不过我小刚想在这边讲一讲啊 哎 只是 这个设计 是 一样而已哦 那其实小刚上手了之后哦 所有的这些表哦 那 我跟你说那个质 质量啊 你是不要以为他有那种 几万块 真正那种 真正明表的那种 quality 那种手感 那种质量哦 呃 绝对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小刚玩了之后 呃 你是当一个 一个普通佩戴的哦 这个 普通这种表就好了 毕竟 他价格也是几百块而已嘛 那大家也看到这一只哦 小刚刚刚刚讲一讲 欧米加 Omega的 Sea Master Pagani 你不厉害 减不减 你自己看 而且他还是用这个 蓝宝石镜面的哦 那其实他这个Pagani 真的非常的厉害 小刚真的要佩服他一下 用了这些中国的这个 刚刚有提到啦 这种 机械的机型啊 而且再搭配上这一种 他的设计啦 成本也控制在 价格也控制在折扣后这种几百块啦 而且 他真的是由这一种豪雅的等级啦 去到那一种 这种欧米加再到劳力士啦 这种真的是你想得到的他都可以做到哦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你看这个也是用了这个 NH进攻哦 这个日本NH的这一种机型哦 进攻的这个NH35 36的这个机型哦 哇这你看哦 这种价格给你这样子的规格哦 哇那第二个品牌小刚想讲的就是这个Buzz哦 BUZZ哦 那这个Buzz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啊 应该是啊 反正我就没有太去了解啦 主要是拍给大家过一过瘾哦 看一看而已啦 那这个Buzz哦 其实我还蛮常在 呃也是有经常会在这个网络啦 上面这一些啦 就是社交媒体这一种平台啦 会看到他有打这种广告 那你看我先手上拿了这一款 就是一个 雨波的这个大爆炸 呃 HUBLOB的这个BIG BANG的这个设计哦 哎 其实还蛮有特色的 我这个是用这个石鹰的这个 呃 机型哦 呃 他比较有特色的还是那个表圈的部分 因为他是做的这个字哦 他的数字是凸起的哦 Buzz的这个品牌设计当中呢 接下来就是还有这一款 是蛮特别的啦 给大家猜一下 有321揭晓 答案就是这个Gram哦 G-R-A-H-A-M这个品牌啦 大家小刚这个很早期的这个视频啦 呃 刚开始的频道做的时候也有分享过Gram哦 这个品牌哦 以前就读他叫这个Graham 那就是Gram这个品牌哦 那非常的有特色啊 你看他这个 呃 这个表冠主要是 有点像那种佩娜海Panerite的那种设计啊 就是非常大的这个表冠啊 他的护桥啦 这些哦 他是在这个左边的哦 这个 这一种设计 而且他用的这一只熊猫盘哦 这个黑色的这个即使秒盘 跟这个主要的这个 呃 表盘呢 是用白色来做底色的哦 非常的特别这一款 然后用的也是一颗石鹰的这个机星哦 那接下来这个品牌呢就是这个Innersore 那Innersore其实 呃 他的历史哦 其实还是 呃 比之前那两个 呃 是蛮久的哦 他历史其实还是 蛮久的一个品牌啦 那既然你会看到这个 哇 一眼看下去 像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Nautilus 对不对 PP表王这种设计啊 爽到爆啊 那这个就不是叫Nautilus了 这个叫什么 Nautilus 哈哈 你们留言在下面 给我知道一下 那这个设计哦 哎 其实 不过我觉得这一支设计也没有 100%照样照版超啦 那他 就 没有差 我讲一下吧 哈哈 他其实 他还是有一点点他的这个 品牌另外改了他的这个 设计的一个味道 用的也是一样这一种啊 精工 啊 日本的这一种 NH3536的这个机星哦 这个这个机械的这个机星 那再来呢 应该说还有一款是哎 非常有这个也是比较像这个 这个雨波啦 雨波的这一种啊 味道啊 这个设计哦 那是整支是做这个裸空的这个 这个表盘哦 没有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 呃 应该是 用这个 国内大陆的这一种机星 要不然就是用这个 米欧大 这个 哎 吸铁声米欧大的这一种机星啊 都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机星哦 不过设计方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哦 那主要这一款我个人也觉得哎 还是蛮有味道 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他其实没有这个应该说 其实我个人比较觉得特别是 他没有照版照样去复刻出来啦 他只不过是啊 从当中啊 把一点点改成他自己的一些设计哦 影片最后的最后呢 小刚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支表呢 小刚个人觉得啦 是今天影片当中的最厉害的一支表啊 看起来啦 deba i s g s s